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美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选择适合的学习环境、城市与郊区大学对比 2.留学生的学术发展、参与本科研究项目 3.美国大学的辅导与支持服务、资源全解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选择适合的学习环境、城市与郊区大学对比 亲爱的学子们,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永恒的话题,选择适合的学习环境 是选择城市的喧嚣,还是郊区的宁静 这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抉择 那么,让我们一起探索城市与郊区大学的奥秘 看看哪里更适合你的学术修行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城市大学 城市大学就像是一杯浓郁的拿铁,充满活力和多样性 这里的生活节奏快如闪电,你可以在一天之内 既听一场世界级的讲座,又参加一次国际艺术展览 城市大学的图书馆可能不如郊区大学那样安静 但你可以在咖啡馆的嘈杂中找到灵感的火花 城市大学的学生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实习机会和职业网络 因为毕竟你是在大都市的心脏地带 各种行业的大佬们就在你的隔壁办公 然而,城市大学也有它的挑战 比如,你可能需要在拥挤的地铁中穿梭,与时间赛跑去上课 或者,在图书馆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比找到一张没有人的健身房跑步机还难 城市的诱惑无处不在 电影首映,音乐节,美食节 你需要有超强的资质力 不被这些精彩分成的活动分散了学习的注意力 再来看看郊区大学 郊区大学就像是一杯温暖的香草茶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远离尘销的学术避风港 在这里,你可以在校园的草坪上找到一片宁静 与松鼠和鸟为伴,沉浸在输海中 郊区大学的社区感很强 你很快就会认识大部分的同学和教授 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但是,郊区大学也不是完美的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可能会觉得郊区的生活有点单调 周末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和室友一起看Netflix 或者参加校园里的卡拉OK之夜 而且,如果你想要找实习或者工作机会 可能需要更加努力地建立联系和网络 因为这里的企业和机构不像城市那样多 最后,不管是选择城市大学还是郊区大学 重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每个人的喜好和需求都不同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那个能让你既能专注学习 又能享受生活的地方 记住,无论你身在何处 学习的真谛都在于你的内心 而不是外在的环境 所以,拿起你的书本 不管是在宣闹的城市咖啡馆 还是在宁静的郊区图书馆 开始你的学术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学术发展 参与本科研究项目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识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留学生参与本科研究项目的种种奇闻趣事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个典型的留学生小张 小张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 怀揣着满腔热血和一颗对知识的渴望之心 踏上了前往西方学府的征途 他的目标很明确 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 还要参与那些令人兴奋的本科研究项目 在加入研究项目的初期 小张可能会遇到一些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 比如,在实验室里 当导师说Let's call it a day时 小张可能会真的拿起电话 想要给这一天打个电话 幸运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张不仅学会了实验技能 还掌握了一系列地道的英语表达 参与研究项目 对于留学生来说 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交流和学术锻炼 他们不仅要学会 如何在实验室里 不让细菌培养敏成为自己的宠物 还要学会 如何在学术会议上优雅的语言交流 即便内心 可能正紧张地 像个即将爆炸的化学反应 有趣的是 留学生在研究项目中 往往展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 比如 小张在一个关于可持续能源的项目中 灵光一闪 提出了使用方便面 作为生物燃料的想法 虽然这个想法 最终因为实验室里方便面 供不应求而被搁置 但这种跨文化的创新思维 还是给团队带来了不少欢乐 当然 留学生在学术发展上的努力 也是值得赞扬的 他们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 还要努力克服种种困难 比如时差问题 小张曾经因为时差混乱 凌晨三点钟穿着睡衣出现在实验室 结果 意外地完成了一项关键实验 这也成为了实验室里流传的佳话 总的来说 留学生参与本科研究项目 是一段充满挑战和乐趣的经历 他们不仅为科学研究 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热情 也在这个过程中 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跨文化理解 而对于我们这些教授来说 指导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既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乐趣 毕竟没有什么比看着这些年轻的探索者们 在学术的海洋中 扬帆远航 更让人欣慰的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大学的辅导与支持服务 自然全解析 各位同学 学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在美国大学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辅导与支持服务 这些服务就像是学生们的教育保姆 时刻准备着为你擦屁股 比喻意义上的确保你不会在学术的海洋里迷失方向 或者在情感的沼泽地里陷得太深 首先 我们得谈谈学术辅导 美国大学的学术辅导中心 就像是一个教育界的瑞士军刀 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总有办法帮你解决 作业不会做 辅导中心 论文写不出来 辅导中心 连自己选的专业是什么都忘了 还是辅导中心 这里有一群耐心的导师 他们可能比你更了解你的课程大纲 甚至比你更关心你的GPA 然后是心理健康支持 大学生活有时候就像是一部情感大片 充满了起起伏伏 心理健康中心就是你的情感导演 帮你剪辑生活中的高潮叠起 确保你不会在压力的大浪中溺水 这里的心理咨询师 就像是你的精神导航 无论你是情感失落还是压力山大 他们都能给你指出一条名路 别忘了职业发展中心 这可是帮你从学生到职场的跳板 简历写得跟菜单一样 面试技巧像是在和面试官玩猜谜游戏 职业中心的老师们 会帮你把简历变成招聘经理的心头好 把面试变成一场愉快的聊天 他们就像是你的职场红娘 尽力撮合你和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还有残疾学生服务 这是一个让所有学生 都能在平等的起跑线上竞争的地方 无论你是视力受限 还是听力有障碍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会确保 你有所需的一切辅助设备和资源 让你在学术赛道上和其他人一样费奔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国际学生办公室 对于那些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求学的学生来说 这个办公室就像是一个文化的救生圈 签证问题 国际学生办公室 家乡的食物想念的要死 国际学生办公室 想要找到和你一样说着同样语言的朋友 还是国际学生办公室 他们是你在异国他乡的家人 时刻准备着帮你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 亲爱的学子们 当你在美国大学的海洋中航行时 不要忘记这些辅导与支持服务就像是你的救生医 他们会确保你不会沉默 而是乘风破浪 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记住 利用好这些资源 你的大学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美国的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与社区参与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些勇敢跨越大洋 去美国留学的学子们 在社会实践中的奇妙冒险吧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留学生 刚刚踏上美国的土地 满心期待着自由女神像的微笑 和好莱坞大片里那些炫酷的生活场景 但是 很快你就会发现 除了学术的严谨和图书馆的安静 还有一片广阔的社会实践天地 等着你去探索 志愿服务 这个不仅仅是为了美化你的简历哦 它是一种文化沉浸式体验 让你真正融入美国社会 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比如 你可能会在感恩节那天 和一群热心的志愿者一起 在社区中心 为无家可归的人们准备火鸡大餐 在这里 你不仅学会了如何制作一个地道的美国感恩节晚餐 更重要的是 你学会了什么是同情心和社区责任感 或者 你可能会加入一个河流清洁的志愿活动 穿上你最不怕脏的衣服 戴上手套 拿起垃圾袋 和一群对环保充满热情的当地人一起 清理掉河里的塑料瓶和其他垃圾 这时候 你会发现 保护环境这件事情 不分国界 不分文化 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社区参与则更加多样化 你可能会参加一个社区艺术项目 和当地的艺术家们一起 在城市的墙壁上创作壁画 让艺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或者 你可以参与社区建设项目 帮助修建公园的游乐设施 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玩耍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更是和社区居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趣的故事 哦 那可多了 比如有个留学生 在参加一个为老人院举办的音乐会时 本来只是负责搬运乐器 结果被误认为是专业钢琴家 被推上了舞台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只好硬的头皮弹了两首他唯一会的曲子 小猩猩变动曲和生日快乐 结果 老人们竟然非常欣赏 还起立鼓掌 让他意外成为了那天的明星 总之 留学美国的社会实践 不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 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交流和个人成长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你会发现 每一次的志愿服务和社区参与 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你更加理解和尊重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而且 谁知道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还会收获一些 意想不到的欢乐和温暖的回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身份认同 融入美国文化的心路历程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深刻 又带点乐趣的话题 留学生的身份认同 以及他们如何在美国文化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过程 有时候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有时候又像是 再玩一场文化大杂会的游戏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留学生一开始踏上美国土地时 往往会经历一段文化休克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汉堡 比中式煎饼大上好几号 或者是因为这里的人行道上跑步的人 比你去超市的次数还多 而是因为 突然之间 你发现自己的一切常识和习惯 在这里都得重新审视 比如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美国人说你好 不一定是真的想了解你的近况 而可能只是一种礼貌 或者你在图书馆里小声咳嗽一声 可能就会招来一堆白眼 仿佛你不是咳嗽 而是在那里演奏爵士乐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留学生开始逐渐适应 这里的生活节奏和文化习惯 他们学会了在星巴克里迅速地点一杯 Venti Caramel Mocchiato with an Extra Shot and Oat Milk 而不是站在那里像解决一到高等数学题一样 犹豫不决 他们也学会了 在聚会上自如地和人闲聊 甚至能够在讨论美国橄榄球时 假装自己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但是 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留学生在融入美国文化的同时 也在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这就像是在做一道菜 你既要确保它有足够的美国风味 又要保证它有那么一点家乡味 这个过程中 留学生们会发现自己在不同文化之间游走 有时候甚至会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文化的双面间谍 有趣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留学生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美国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且还成为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他们能够用中文解释什么是Thanks Giving Turkey 也能用英文讲述春节的传统习俗 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穿梭 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身份 最后 我们可以说 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之旅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冒险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 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这个过程可能充满了挑战 但也同样充满了乐趣和收获 所以亲爱的留学生们享受这段旅程吧 因为这将是你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选择适合的学习环境 参与本科研究项目 利用大学辅导与支持服务 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四个话题 无论是在城市大学还是郊区大学学习 我们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环境 参与本科研究项目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还可以获得跨文化的经验 美国大学的辅导与支持服务资源丰富 可以帮助学生在学术 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得到支持 而留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可以融入美国社会 还可以为社区做出贡献 最后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之旅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他们不仅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还可以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